镜子里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男子已经吸毒四年了 为了吸白粉他不断偷东西 每天就像一具行尸走肉般瞳孔涣 可这个男人却是世界铁人三项的冠军 所谓铁人三项就是 四公里的游泳180公里的自行车 还有42公里的长跑 影片就是根据波兰铁人三项世界冠军 戈尔斯基的真实经历改编 熊哥生活在一个充满争吵的家庭里 父亲经常家暴他和他母亲 就连从小的运动梦想也被父亲扼杀在摇篮里 没有希望的他开始自暴自己 却意外地找到了一个警局局长的女儿当女友 带着他偷东西 寻欢作乐闹事 吸毒无恶不作 他们这群被称为社会败类的人聚集在一栋旧楼里 沉沦堕落的年轻人在俱乐部彻夜空混 他们都是在生活在迷失方向和自我的人 自从放弃当运动员的梦想后 熊哥就续了长方 看上去桀骜不羁无所畏惧 还是大学生的葛瑞娜被他身上的气质深深吸引 他什么都听熊哥的 熊哥做什么他都陪着 染上毒瘾的熊哥总会在镜子里看到另一个自己 他就像引诱他堕落的恶魔 总在熊哥产生幻觉的时候出现跟他对话 葛瑞娜的父亲在清晨闯进俱乐部 把他胖揍一顿后 威胁熊哥离他女儿远一点 不然就像狗一样把他的皮包下来 说完便抱着葛瑞娜离开了俱乐部 葛瑞娜欺少母亲的关爱 跟严厉的父亲关系不合 熊哥的出现就是他估计日子里的希望 他帮熊哥偷出被缴获的毒品 跟着他一起陷入虚幻的快乐中致死不渝 熊哥没有工作 只能靠偷东西维持生计 他和朋友去游泳馆的更衣室偷钱 不料被人当场发现 他撒腿就跑 在游泳馆里狂奔 结果被人撞进了泳池里 无处可逃的他应道切罪被抓 审问他的正式局长 熊哥对局长的警告毫不在意 玩事不恭的他不断挑衅局长的底线 好好说话不听 那就只能用武力 常年吸毒的身体根本经不住严刑拷打 晕倒后的熊哥被送进了医院 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讨好 得重新抓回来后 警察绑住了他的双手 女友得知熊哥在医院第一时间来解救他 葛瑞娜用轮椅推着熊哥出医院 一路奔走到大学门口才停下 葛瑞娜还在读书 熊哥无所事事 想起还在家的母亲 顺手就偷了报庭的东西回家 家里的墙上还挂着熊哥小时候的奖牌 桌上也都是他数不尽的奖状 可这些在现在的熊哥看来都一文不值 母亲是世界上最在乎熊哥的人 不管儿子变成什么样他都接纳 时光飞逝两年过去 熊哥越发地憔悴 像一具行尸走肉般瞳孔患散面部糜烂 女友葛瑞娜也面如枯稿不断呕吐 他开始痛恨熊哥待他沉迷毒品 痛恨他不但人生被毁 还怀了他的孩子 得知这一消息的熊哥立马飞奔回家 跟母亲分享 撞见父亲正在殴打母亲 他上前阻止 跟父亲大打出手 最后不得不到医院去逢阵 给他治疗的医生艾娃见过他好几次 每次都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这次熊哥趁医生不被偷溜进药房偷药 艾娃发现后 直接报警抓了他 因多项犯罪记录 熊哥被关进了监狱 没有药物支撑的熊哥很快毒瘾就犯了 在监狱没有谁会同情他 甚至十分厌恶他 到了探视日 母亲告诉熊哥葛瑞娜准备打掉孩子 为了能见女友一面 熊哥偷偷吞刀子被进去送院 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个送他进监狱的艾娃医生 刚做完手术的他奋不顾身的夺门而出 被遁守的局长正面逮住 熊哥顺势告诉了局长葛瑞娜怀孕的事情 他最终还是没能见到葛瑞娜 几个月后他刑满释放 重新回到阳光下的他还是言不离手 他躲着警察回到了聚乐部 向朋友要了一支针 信誓旦旦的说是最后一支 因为他很快就要当父亲了 好友告诉他葛瑞娜准备偷偷去做引流 便因身体过于虚弱晕了过去 熊哥拖着瘦弱不堪的身子 摇摇晃晃送好友去医院 他以为好友只是吸毒过量 暂时昏迷 但没想到的是突发心脏病 送医没多久就断气了 这似乎是熊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 艾娃劝告熊哥不要再堕落 这已经是今年第十起吸毒致死的案例了 说不定哪天死的就是他自己 熊哥听完这番话无言以对 接受好友的去世已经击溃了他的防线 好友下葬当天葛瑞娜也来了 看着他隆起的小妇 熊哥知道孩子还在 他想抱抱自己的女友 却被局长无情地推进土坑 女友留着悔恨的眼泪冷漠地注视着熊哥 然后丢下手里的向日葵 告别黑暗的过去和爱人 夜里熊哥回家 撞见开车离开家的父亲 母亲一人在家等他 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电视里播放着戒毒的广告 熊哥在母亲的照料下 忍受着毒瘾发作的折磨 一度坚持不下去的他尝试上吊自杀 镜子中的恶魔不允许他自我了结 怒吼着让他住手 恰巧母亲及时发现救下他 在病床上醒来的熊哥 见到艾娃一生第一眼 就让艾娃救救他 他觉得医生一定有办法救他 他已经受够了被毒瘾控制的人生 医者人心艾娃答应帮助熊哥戒掉毒瘾 在1984年的春天 艾娃送他去了戒毒中心 他抽完最后一根香烟后 按响了门铃 这是他选择重生的第一步 戒毒中心并不是什么天堂 相反更像是人间地狱 新来的熊哥被剃掉了长发 穿上戒毒中心准备的制服 在这里生活有必须遵守的规矩 分为新人住客和主人三个等级 每个等级的待遇不同 一旦犯错就会被降级 还要被剃光头 男女一视同仁 新人吃饭只能坐地上 做最累最脏的活 戒毒中心的监管比监狱更加严苛 熊哥的毒瘾发作时 唯一的威胁就是私藏的女友照片 接受戒毒中心的训练 让熊哥吃进了骨头 体力是他最弱的一项 一个大男人甚至跑不过女生 跑一圈不到就倒地呕吐不止 教员准备让他去休息 但他自己爬了起来继续跑 他从近来戒毒中心 就坚守着一个信念 他要为女友和孩子做出改变 他不再到处惹事变得沉默寡言 独自一人忍受着毒瘾发作的痛苦 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拼命锻炼自己的体力 熊哥的努力在一年后得到了回报 表现出色的 他被教育安排到游泳馆打工 在这里 他依旧勤勤恳恳地工作不敢怠慢 忙碌到深夜 熊哥向场馆教练提出请求 希望能在完成工作后 没人的时候再泳池游泳 教练没有骑士吸过毒的 熊哥爽快地答应了 熊哥带着好心情回到戒毒中心 却发现一名学员不堪戒毒的众府上吊了 后来又因为被教员发现私留物品而被惩罚 熊哥只好服从命令被剃头 重新开始做新人时期的工作 通过这届是熊哥领悟到 想要戒毒必须靠自己的意志 他拼尽全力去工作训练游泳锻炼 还去参加了一次 城市俱乐部举办的三项全能比赛 游泳700米跑步 5公里自行撤20公里 他原本也没想过赢 只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等他跑到终点的时候 天已经沉了下来 比赛早就结束了 但他很开心自己跑完了全程 后来熊哥被允许回家探望母亲 但他还是偷偷去医院 见了一眼女友 葛瑞娜因吸毒过量 变成了植物人 他在女友病床前忏悔 走出病房后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局长禁止他们接触 并拒绝告诉他孙女的名字 回到戒毒中心的熊哥 因违反规则被批评 他不服气 他只是见了想见的人并没有复习 于是他收拾东西 离开了戒毒中心 第一时间就是去找女儿 但女友的家门前挂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葛瑞娜不幸病逝 他没找到女儿 于是回到了从前的俱乐部 那里已经荒废无人使用 无处可去的熊哥只能回戒毒中心 但是大门紧锁没人给他开门 他坐在台阶上思考人生 那个教训他的老校园来接他上车躲雨 用一句话点醒了熊哥 你连放弃都做不到直直一横 那要如何坚持不懈的戒毒呢 他想说的是要确信自己能成功 就必须有一个目标 熊哥从前是为女友而活 现在他要为女儿活下去 他想要成为女儿的榜样 他害怕一辈子都摆脱不了毒品的诱惑 所以他必须坚持信念 成为最强壮最优秀的人 第二天他自己贴了光头 像新人一样坐在地上吃饭 教员看到了他身上的那份努力和勇气 他成了第一个从戒毒中心成功戒掉毒瘾的学员 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 他被体育俱乐部的经历看重 游泳馆的教练早就觉得熊哥很有潜质 于是甚至成了他的私人教练 熊哥把握了机会 不断在训练中提升自我能力 还赢得了全国自行车比赛冠军 教练认为熊哥有参加铁人三项的能力 但是要取得参赛资格必须打破潜能的官方记录 做足了充分准备的熊哥去找局长商量 看能否封锁一条公路两天 外加协助用的警车 还有一些许可证 患罪以前局长肯定不会同意 但熊哥正在近几年 已经成了国内小有名气的运动员 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吸毒的混小子了 并且他向局长承诺 他往后都将为女儿而战 功夫不负有心人 熊哥打破了欧洲三项全能赛的记录 随后不久便获得前往美国的参赛资格 俱乐部特地下播一笔资金资助他去参赛 但不幸的是他在夜里训练的时候出了车祸 更让人惋惜的是 因为护士的疏忽 给他的输液里加入了两毫克的麻菲 原本可以减轻疼痛的药 对戒毒的熊哥来说是毒药 他不但差点瘫痪 还引发了毒瘾 在熊哥一度陷入绝望的时候 局长站出来鼓励他 不仅替他办好了护照 还告诉了他女儿的名字叫李尔卡 既然当初许下诺言就不要轻言放弃 想当那个孩子的父亲就好好站起来重新跑步 为了女儿熊哥日以继夜地做康复训练 九个月后虽然可以开始正常训练 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再适合当运动员了 想拖着这副重伤过后的身体参赛 无疑是去自杀 教练又何尝不知道这种后果 可是他更知道熊哥是靠希望才活下去的 只有熊哥知道他一直都没真正战胜毒瘾 他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不敢有一丝松起 只有训练和比赛才能让他踏实安心 他战胜恐惧的方法就是去参加比赛 不管结果如何他都必须去 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好不容易排除万难去到了美国 却迎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赛会临时决定举办双倍距离的铁人三向赛 虽然对结果持有不确定性 但既然已经踏出这一步 熊哥就没有退缩的可能 8公里的游泳360公里的自行车 还有84公里的长跑 人终将一死不如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走到最后 比赛当天熊哥在游泳的部分落后前三明十分钟 但幸好自行车部分凭借惊人的意志弥补了回来 跑步阶段是最艰难和残酷的部分 他几乎跑到虚拖 脚已经磨烂了 为了继续跑 他割开了跑鞋的前端穿上再次出发 从白天到黑夜 熊哥离终点越来越近 但他陷入了致命的幻境 周围的环境突然回到了几年前的昏蓝街道 以往俱乐部的好友纷纷向僵尸般走向他 他不但见到了已经去世的女友 还看到镜子中的恶魔赫然站在他面前 恶魔不断试图击溃熊哥的心理防线 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 眼前出现了女儿和爱娃的身影 得到力量的他重新站了起来击败心魔获得的胜利 就在那一瞬他回归线时 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成为了第一个获得美国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的波兰人 他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激励着更多陷入困境的人 摆脱迷茫的生活